我们人比较傻 有些人比较傻 我们不管有些人 我就跟你讲一下怎么傻 就是他们本来觉得吃素很好 本来已经觉得不能吃小动物了 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选一个月 应该还是在吃当中 还没有放得下这些炸脆 一天两天三天三天四天五天一天 到期末考这段时间 然后再过几天就一年过 那一个月呢 明年短一些 那如果是一生一世 我就觉得好一点 我是素食宝宝潘嘉宜 我每天都吃这么丰盛的 希望大家一起来吃素 他就是要化验一生一世 孩子很单纯 他自己已经先 一天之前就已经六年的卢树经验 他感觉很简单 很好 很快乐 为什么要现在一个月 要要活动一年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一辈子一生一世 一辈子一生一世 也很简单 这么快乐 能不能吃吗 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吃 不能吃 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吃 这 很可怜 可以呢 好可怜 好可怜哦 感恩 每一餐都是抱着感恩心 如数孩子能 幼小的能 为什么 我们大人们做不到能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一波 我天天都是只能叹息无缘收 也收不出来 天天只是忧虑 要从何收起 但是现在真的 唯有只能呼唤的 呼唤的书 别无他求 但是谈何容易 上层说别无他法 我有如数 也有要自己做 那有一个师姐说 我们来用那个 就是敌用剑 乐阳要推广新宿 不难 只是需要时间 要等于说大家的生活习惯 意思习惯要改变 是需要一点时间 你好 我想要站住这个活动 自己本身是吃素 然后希望可以透过这份三星 可以影响更多人 让更多人可以起来吃素 欢迎光临 地球不只是人的 就是所有众生生命物所共有 但是唯有人类能残杀一切动物 这就是众生共业 人类共业 现在人人害怕 就是曾经造过这样的业力 现在呢 觉醒了没有 医院发放这个素食券的话 我觉得客人觉得非常好 因为不在医院里面 就地直接用餐的话 那我觉得相对性来讲 因为比较安全许多 就不用再到外面去接触到一些 不安全的这个环境物素这样 何经理也这么说 当这样的瘟疫发生啊 最后一个 灵荒妙药 就是全民大唱会 这一波的新冠状态 有什么方法 人人提醒 提醒人人 要接胜全场 安心祝福包 要培养爱心啊 提出虔诚的心 这一波的新冠状态 现在一波的新冠状态 我们应该帮助